身體狀況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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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鱗誘拐失蹤少女找到了 少女說不想下山 被綽號白鱗的登山女領隊張勇雲 誘拐離家的台中15歲 顏心少女經過警方兩天搜尋 今天終於被找到了 走到那個流龍頭 發現江頭 目前找不到人 看到我的時候他就跑 我好不容易把他牽扯 然後就下來 那第一句話問我說 他爸爸有沒有跟我聯絡 我說有啊 你告訴我 我就主動聯絡他爸爸 女兒找到了 在我旁邊 他就很興奮很壓力 就說找到了嗎 這樣 爸爸講個電話報個平安 他聽了以後 他就猶豫了一下 大概兩三秒鐘 後來他就搖頭了 當時顏心少女還在等白鱗回來 不想下山 我是說 他有下去了 應該是去投案 可能沒有辦法上來 下了以後 他就願意把他心裡 要告訴我 少女說 原本打算在山裡和白鱗生活 但食物只夠吃一周 白鱗才下山去補充購買食物 圖拔中心花蓮報導